我自己如果在家 我也会担心说 如果招欠怎么办 那我就装监视器来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家的人 民众二楼住家阳台 假装监视器 因为从阳台放有望去 竟然可以和隔壁邻居互通 因为我们主屋就在旁边 那其实人家过来 要偷听我们讲话什么的 都可以直接走过来 廖小姐2019年购买台中东区 这栋城屋的二楼 但阳台可以直通邻居家 让他忧心隐私及安全上的问题 他也秀出监视器画面 日前就曾拍到邻居家的猫咪 随意在两户间穿梭 因为他当初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他讲过了 他说有答应我们 承诺我们说要来做隐形铁窗 结果换个所长之后 就完完全全都不理会 这两户中间的部分 原来我们有设置玻璃栏杆 他当时候自己拆除这个玻璃栏杆的时候 不慎把玻璃弄碎了 住户当时也要求我们说 是不是能够装设引擎铁窗 可是这个跟原来大楼的外观设计不一样 因为我们已经已交关博会了 你如果要这样子失智改变大楼外观设计 必须要经过全体住户的统一 我们一直有在处理也有协赏 面对住户指控建设公司驳斥并非事实 也澄清假设硬新铁窗牵涉到大楼外观 但管委会及该住户并未达成共识 因此无法失作 强调对于不实指控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民视视网顺林子祥台中报道